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天堂鸟新叶长大了 已经自动断了第3块了 这什么情况了老花一 这个呢就是 甲肥 缺湿 它长的呢就是 这个花水你怎么理解呢 就是 属于那种虚长嘛 就土长 它长出来的很脆 应该你见过那种豆芽 但是呢 天堂鸟上面叶片很大 重量自身的重量会很高 所以它一般就 碰断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刮风 总的来说呢就是你这个时期啊 虽说是这个天堂鸟这种东西呢官业类的 以蛋肥为主 但是呢同时也要给一点磷甲肥 你现在可以补点磷甲肥啊 就磷酸性甲就可以了补一点 然后断了的你又剪掉吧这个没招啊 断了我也没招 我又不会接骨头 下个车网 这个 樱花树盆栽 我直接看图片吧 然后他问我说需要光照 你这样蟹盆晾一晾可以的但是 他又蔫了不是该浇水的时候还得浇水 现在就缺水了 蟹盆不要紧你但是 你不能给它过度缺水你看你这个肿的这个 树干的枝条长度都很长 而且叶片很多 你缺水它也是不好的 焖了根 你那个蟹盆晾根是对的 但是呢盖浇水的时候也要浇水这个 干湿不好拿捏吧尤其是在阳台因为阳台上没什么通风 咱们人在这种 天气热的时候坐在阳台上 基本上都焖的受不住 花它也很难受 好吧 有条件的话就折着阳没条件的话呢就 修剪修剪吧就减少一些个叶片之调的负担 那就会好一点 下个车宝说 我半个月前买了海参王 要 去掉叶片 然后呢说怎么样才能长更多的叶子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光照给足啊光照给足 然后呢灌一些个杀菌药把肥料和杀菌药同时进行 好吧 该浇水的时候也别忘了浇水就行了别的没啥 挺好的挺好的总状态还可以啊还可以 下个车宝说 天和繁星收到是土球 里边有红蜘蛛和白粉 叶子越来越黄 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是把它全部修剪了修剪了以后入盆 入盆就可以了 上面的一个支条 尽量的能修剪就修剪 你这已经入盆了不是啊就修剪修剪吧然后呢 用一下阿维菌树和多菌磷 就是用点杀虫剂和杀菌剂啊 带满虫了满质的这种 然后给他药育一下该喷的喷该灌的灌 下个臭宝说 柠檬还有旧吗 没旧我就收盆了 收盆吧花园 下个臭宝说 茉莉之前大汗过一次茉莉只要是大汗 他基本上是反应不过来的 然后呢 还有叶子枯掉这是很正常的 一直 这话我们也是说 像茉莉花枝子花这种不要缺水 但是很多的花种呢就理解的有点偏见 用到的是磁盆泥土 就容易产生闷根 也就是你像茉莉啊 枝子的这种你可以用沙土养 用个桃盆之类的 你可以天天浇水 只要浇了水能漏出去 它排水性总体来说都很好 这个完全 没有问题的 他不怕水大 就怕闷根 明白吗 尽量的不要让大汗 然后现在这种情况的你就多给出一些光照 枝条还是有点长氧化 可以适当的修剪 修剪一半的长度 加一些肥料 正常养护就好了 好了 原来没什么问题 尽量养问题呢 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就得点个赞 我是老华一 我记得以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